你知道,大眾走喔,全台灣先帶走,然後晚上我們被他炒到要死喔,他來中火我就很煩惱了,你知道嗎? 這隻的驚惡妖神經又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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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哇,比我那麼多的還不怕死,我嚇到這麼快就... 重點是,我們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了,十點了,我把他送回去到半點了喔,他拉在那裡,說話說,我想說他要去睡了,我也要睡了啦 不是啦,我把你開檢討會,放回去啦,放到一點啦,夾回家人家這點就起來,來,中小朋友給比劉姐吹一下 哇,我講這種不要命的精神,然後他是檢視了一腳一腳的檢視,我曾經跟比劉姐說,你如果沒有來我們做好帥,我可能會再到三天,他說他要挑戰最困難 那一刻我很感動,他能夠挑選區域立委,你知道他在做一件事嗎? 他在對台灣民眾黨做雪中中彈的事,人啊,一輩子撿上鐵花,無遺憾 雪中送彈才是一個人,他的叫小,是一股人呢? 一股人就這樣,派一個派派來跟一人這樣啦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大家,我們好的人材,我們要鼓掌 一切是真的,一切的發生都做 這最後我要告訴大家,台灣民眾黨是唯一,唯一 我說實在,我這四人,整體節目看有夠多,要讓我欺負我,你說了了何許 但是,柯文哲,蔡壁如姐,是我心目中,我覺得我值得追隨的對象 在這裡,我要各位承諾,我的人生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從現在起,從我加入民眾黨那一刻開始 我就願意將我畢生所學,全部都奉獻在台灣民眾黨 因為我知道,我相信,台灣民眾黨是真的 只有柯文哲,我們不要錯過 只有蔡壁如我們要珍惜 未來能夠改變台灣,只有這組而已 沒有啦,我聽說,錯過都遺憾啦 千萬不要錯過,再次最後拜託大家 你如果不要沒關係,你一定要不要蔡壁如 相信蔡壁如,相信柯文哲,相信柯文哲,相信台灣民眾黨能夠改變台灣 讓我們的下一代,過好日子,感謝各位,謝謝 好,我們謝謝我們的張,雪如一人,我們畢如姐來 還有一個大大的擁抱,這兩個是那個莫逆之交 雪如姐,是我看過那個令我欽佩的一個主委 他是我們彰化黨部的,台灣民眾黨的彰化黨部主委 那他願意答應柯文哲,我覺得他應該是下定決心的 打死不退,就是那樣的啦 那他真的是,他一輩子呢,要跟大家講 他一輩子都在幫助弱勢 他的陳情都是很散的,就是那個很窮 然後呢,沒有人叫,沒有人家的,尤其呢 尤其呢,其實去年刷刑是非常讓我感動 他帶了所有彰化的議員候選人 他去做什麼? 那我不要說,那叫什麼? 庚瓜茶的喔? 就是那些沒有人要處理的這些人呢 社會上很低沉,那沒有人要處理 他去世了,他會帶著這些議員的候選人 代表了候選人,然後呢,就去處理他們 甚至他讓這些候選人呢,去洗大體 那一刻我看了,我覺得,哇 台灣哪有這個政治人物啦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在跟我說的是,我說,喔 這變我一片的喔 在上班面對生死,還要感動 還要真的令人感動 好,那水魚雪茹姐呢 他講我講喔,我講他講的喔 他講喔,我來這裡爽機 我如果把他排下去,他要拿我 他在動作外賣客封手 他還要幫我去逛夜市站路口啦 所以呢,我時間就都要排好了 下個月開始,你們每天會在台中的海線看到張雪茹 好,謝謝雪茹姐,謝謝 拜託各位,你如果當中的那些,無時生,無時大流浪漢 或是當中的那些人騎去,你死也沒人帶 你做做,你全部都補了,才逼無界 無上限,好嗎 我跟我們都會完全處理 現場有一位我們的中華區的主任 我常常都跟我們這裡的主任帶去放冠茶 因為叫人放冠茶要錢 所以自己,啊,我們來,謝謝我們的華盛領 我最後送大家一句 人生是假的 愛是什麼 愛就是在別人身上 看見自己的責任 你們一起加油 謝謝,謝謝雪茹姐 謝謝,謝謝 來自高雄,你是第七選區啊 第八選區的 高雄市第八選區的前鎮小桿齊基 真的是一個好朋友啦 他從高雄來的喔 從高雄來的 好,我們歡迎李明璇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各位小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是李明璇 我剛剛從台中的高鐵剛下來 我從高雄特地來到我們碧如姐的選區 我是高雄第八選區前鎮小桿齊基的立委候選人 那我也是廣播主持人 我在飛碟電台 news98跟中廣新聞網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呢 要用一個身份來到蔡碧如碧如姐的這個戶外開展 我同時呢 也是國民黨發言人 我想這幾天 大家的心情就像洗三溫暖一樣 心情很複雜 可是我們走到了今天 我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紛紛擾擾 就留在過去式 今天就是一個新的起點 今天呢 我們藍天白雲最美麗 海線立委最給力 我們是不是要給最熱烈的獎聲 給我們的蔡碧如委員 我們今天呢 非常多國民黨 其實是我們都是七年級八年級生 來到我們碧如姐的場 其實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紛擾拋開 就是要用行動還有決心 來向大家證明 今天我們是站在人命的這一個陣線 很多人說呢 明選你在高雄的前鎮小港期間 跟碧如姐一樣 都是一個艱困選區耶 我們兩個的選區真的艱困 我們兩個是非常非常堅強的女性 我們今天會願意站出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忍受民進黨執政已經夠久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到我們台中第一選區 來幫我們的碧如姐 我就是要行動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今天年輕人沒有放棄我們自己的未來 我們今天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今天中國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 我們都是跟國民跟民眾站在一起對不對 對 今天如果你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要告訴你們 我現在知道直播有很多人在看 為著台灣的民主進步 我們需要換黨執政 為著我們台灣的民主進步 我們這一次一定要翻轉新國會好不好 好 很請大家 1月13號一定要勇敢的站出來 為著我們所愛的下一代 為著我們台灣的民主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本人看真的很漂亮 這裡這裡 謝謝 好 我們住民選 這是一定要包票當選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又要上來了 蔓易正呢 是新住民黨的黨主席 他是新住民黨的黨主席 同時呢 現在也是列入在台灣民眾黨部分區立委的 第五名 第五名應該是在安全名單內 所以呢 很快的我們台灣民眾黨呢 基本上 這個多元文化的裡頭呢 有一個族群 就是我們非常的重視 新住民這個族群 那我們現在就請邁易正主席 也同時也是我們部分區立委的 第五名的候選人 也給他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秘魯姐 各位先進 各位親愛的家人 大家晚安 我叫邁易正 來自越南 來台灣已經28年了 我們從92年就成立新移民協會 所以一路來就是有幫助很多人 從北中南都會去照顧新住民 所以我今天呢為什麼說站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自己成立台灣新住民黨 我們要為什麼要去爭取新住民的福利 為什麼還來支持我們阿伯 因為呢大家剛才都有講說 我們新住民在台灣有60萬人 還有小孩子有50萬人 加上我們移工在台灣70萬人 疫情的時候大家關心的是家人對不對 現在我們疫情呢 關心我們的家人的健康 關心我們的家人的安危 但是呢 我請教大家 沒有一個人關心說沒有身份證的人 所以呢在我們的疫情時間 我就去拜託了柯主席 他就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邁易正 你們疫情時候 你們沒有身份證的時候 怎麼申請紓困的 我聽到他問我這句話 我眼淚掉下來 因為為什麼 所有的政黨 都是要去關心的 新住民有多少票 新住民投票率有多少 但是呢 我們柯主席他問我們的 疫情的時候 我們沒有身份證 我們如何度過這個疫情 這個才是讓我最感動 我們最痛的 因為呢政府 蔡政府只是關心說 有身份證的新住民 可以申請紓困 沒有身份證的新住民 疫情是天災 但是我們沒辦法去申請紓困 你公司倒了 你的店倒了 是你家的事 因為你沒有身份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痛 但是我們柯主席去關心 是我們這群人 怎麼樣度過這個紓困 所以我很感動 他第二個在問我們說 在台灣有 繞進八萬的逃跑移工 他們疫情的時候 他們傳染了 他們怎麼樣去就醫 這樣子的人 他在發布在我們全國 我們台灣的全國 如果他們不只是疫情的時候 當他們有傳染其他的病因的時候 他傳染給我們全國的人 你有沒有關心這一塊 他們的健康 我們人民的健康 你怎麼樣去解決 是不是有第二個痛 對不對 因為呢 我們外國人來台灣工作 沒有人關心 但是呢 我們柯主席他關心的 不是多少票 來關心的說 這些人在台灣 他們生病的時候 他們怎麼就醫 他們被傳染到的時候 他們在傳染其他人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的病因來源 所以他不是關心我們而已 他關心整個台灣的人民 外來的病因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健康 所以他就是醫生 他關心的是我們的健康 在我們台灣如何生活 他不是關心說他得到多少票 所以這個才是讓我真正的感動 所以我就跟他的理念 還有他對我們的照顧 他也給我們的機會 他說我們的新座民 我們的外國人在台灣 你要你自己來服務 你要的福利 你要的工作 你要的需要 讓你自己來爭取 這個就是說我們沒辦法幫你 所以他才給我這個機會 希望我在這個領域 在這個地方 我們照顧到我們的新住民 因為呢 未來我們的子女 我的女兒 新住民生的女兒 兒子未來就是你們的媳婦 就是你們的女婿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常常跟我們新住民說 我們來自他鄉 但是台灣就是我們的故鄉 我們要扎正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圖路 我們的努力 都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大家的子孫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 就為了我們的子孫 為了我們台灣的未來 因為呢 我們來自全世界 我們要如何把我們台灣 帶到全世界 這樣才是讓我們台灣的經濟 才能更好 我們過得更好 人人有工作 家家都幸福 離婚率就會減少 每一個人都想要嫁到好老公 如果家庭沒有錢 就不會幸福 大家因為為了煩惱錢 為了要養小孩 養父母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要把台灣的經濟 要怎麼樣創造 所以我在 為什麼我當初 我一開始聽到秘如姐說 要來這邊選的時候 我說秘如姐真的很勇敢 很有勇氣 因為來到這邊沒有人敢討戰的地方 但是呢 我跟他認識後 我看到他的努力 就是看到我們來台灣的努力 因為如果沒有人站出來去改變 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去改變 所以我就看到的我們要的榜樣 因為我們新住民如果沒有改變 我們要怎麼樣去讓人家看得起 就要從我們自己做起 不要等人家看不起了 再來改變 改不了了 對不對 所以我看到秘如姐這樣的勇氣 這樣的堅持 我們一定要跟他同步 改變地方 改變自己 我們台灣才會更好 地方才會更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我們的秘如姐 在地方跟我們一樣 我們要願意改變 願意學習 我們要準備好 我們未來才可以在台灣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 大家伸出手 就是要一起 老頂就老腳 大家就會來 因為呢 我們在台灣 我們希望 我們家裡也過得更好 我們台灣也過得更好 我們父母也放心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堅持 就像我們阿伯說的 不管做什麼 我們都是要堅持 我們堅持 不管是馬路 還是網路 都會通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起來努力 為我們的下一代 大家給我們秘如姐一個機會 去改變 我們才能去改變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錄錄 謝謝大家 好 好 還有我們的景榮 還有我們的姊妹署長 我的前老闆 來來來來 我們的秘書長 一起來加油一下 一起來加油一下 我們給我們的機會 我們一定會努力去服務 姊妹來 姊妹們上來 好 很謝謝麥一貞 新住民黨的黨主席 其實我們的新住民在台灣的人口裡頭佔的大概是2.5%多 大概全台灣 全國大概有57萬人口 跟我們的那個原住民是差不多的 超過了 超過了 所以這57萬 他一個家庭 一個先生 只要生兩個小孩或三個小孩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 100多人的一個人口 剛剛他一直在講說 柯主席關心的是他們的就醫問題 沒有在問他們有多少票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這100多萬的人口 我們也是我們需要去照顧的 那 在這裡呢 我非常的謝謝他 謝謝景龍今天能夠來 這些都是我們新住民的好姐妹 好 也希望大家能夠來支持他 好 謝謝 也謝謝大家 然後呢 新二代 大家都要講話齁 其實等一下要講的應該是我們的秘書長啊 因為他錯過贏秘書的書長 可以來講一下這個新住民 好害我們的秘書長 被誰要講話齁 好我先講一下 呃我 呃各位所有好朋友大家晚 大家好 呃 呃我看今天好像很多人都想講話 我們也想到何景榮齁 他想到2015年齁 新住民發展基金 我在底下就很想舉手說 你們知不知道新住民發展基金 這名詞誰訂出來的 就是我 我當時在行政院齁 以前我在當秘書組長的時候 這個叫做外籍配偶照顧福島基金 後來我到行政院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名稱做了一個更改 目的就是希望照顧更多的新住民 就如同剛才我秘魯姐所講的 其實新住民的家庭 不只是這58萬 還有包括他的配偶 他的子女 其實他已經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我們從麥玉珍身上我們就看到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提名的部分區 不只有我們來自於越南的麥玉珍 其實我們還有一位在新竹的秀秀 他是陸配 那何景榮其實是我們新二代 這一位也是我們的新二代 我們新住民第二代簡稱叫新二代 在我們民眾黨裡面 很早就成立了一個新住民委員會 未來柯P也希望他當總統之後 無論是新住民的基本法 或者在成立部會級的新住民委員會 或者未來如何去提升我們新住民的參政權 其實在這些部分都做了很多努力 不過我除了講新住民以外 那我再講一分鐘 台中我特別要謝謝李明璇 剛剛我跟他聊到 他很勇敢的以發言人身份來到這邊 其實我剛剛跟他說 我們也不意外 因為我們台中中醫選區 就是藍白合作最好的一個示範點 不管總統的提名參選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在地方 我們一定要團結 我們要讓做不好的蔡集商下台 對不對 對 我們旁邊這位姓什麼 姓蔡 蔡集商姓什麼 我們說要換人做做看對不對 對 我們新菜換糾菜好不好 好 新菜換糾菜好不好 好 要拜託大家 我們一定要換人做做看 這麼多年 民進黨也好 新潮流也好 其實對我們中醫選區貢獻太少 講的很多都是騙人的 只有我們最可憐 最實在 而且如果你們認識蔡秘如 你們知道 她不太會說說謊話 她都是說實話 而且她是有經驗的喔 她在立法院已經很多年經驗 她可以馬上上手 馬上為大家服務 對不對 對 那我喊一下 選擇 不 中醫的選擇 然後你們要喊蔡秘如 對不對 然後 後面這句話 在這邊被綁住了 選擇蔡秘如 海鮮烤幸福 好重來一次喔 選擇蔡秘如 海鮮烤幸福 蔡秘如 豆蒜 蔡秘如 豆蒜 蔡秘如 豆蒜 秘如 蔡秘如 蔡秘如 豆蒜 豆蒜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這個是我選舉以來 第一次辦的戶外開獎 也今天非常謝謝 清水武全夜市的居門朋友們 大家自己踴躍過來參加 來了之後 當然我想戶外開獎 有很多人來幫我助獎 來幫忙我之外 我想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為什麼要來尋台中的綜藝海鮮 台中的綜藝海鮮 事實上 它是不是對大家都很陌生 是不是它對大家都 好像不在我們的地零位置上 那我為什麼要來呢 我剛來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 你這台北來 你是空將來 我說我是屏東小孩 我屏東小孩去台北 台北來到台中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我想這個 也是我的一個選擇 會來這邊呢 除了台灣民眾黨 柯文哲主席的一個 政黨的推薦之外 基本上呢 好像默契裡頭也得到了 國民黨的一個認可 所以一開始大家就講好 在 台中的海線 過去三界裡頭 好像國民黨都沒有出現 一個很強的對手 的對手來 所以呢這一次呢 國民黨就有點猶豫了 所以他就問了我們主席說 你們有人要來 所以主席經過跟我討論之後 其實也沒有跟我討論 他覺得 反正你丟掉就對了 那他講了一句話 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小黨 如果要挑戰 我們就是挑戰最強區 而且是挑戰民進黨 西潮流的最強區 所以呢 我就來到了海線 對我來講 大家會覺得說 啊 你有夠勇敢 你怎麼敢來這裡呢 但是 說真的 台灣民眾啊 就像柯主席講的 我們就這一個小黨 我們只能勇敢的往前 而且我也希望 因為我的參選 因為我來挑戰這樣子的一個 民進黨 西潮流的這樣的一個最強區 可以帶動我們民眾黨 大家勇敢的出來挑戰 這個區域立委 好 當然這一兩天的新聞 大家有開始有點在找戰犯了 我覺得但是 越是這個時候 拜託 台灣民眾黨的所有 黨公司人員 要緩解一致 團結一次 那我來了呢 我當然也知道我來這裡 我想我最主要 對海線呢 我提出了我三個 其實不是願望了 應該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當然是 延宕了十幾年的這個捷運南線 能夠盡快的 在行政院裡頭被核定 然後盡快來開工 因為這條捷運線呢 關係到我們海線 從台灣大道到台中港 關係到我們海線的發展 關係到我們這邊 居民的一個交通的建立 所以這個是我絕對 一定要 一無反顧的齁 一定要去爭取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鐵路雙軌 一定要馬上做 這裡因為海線的鐵路 是因為單軌 所以他沒有辦法開很多的辦事 他被受限制了 被受限制了 一樣就會影響到地方的一些煩惱 以及這些通勤的學生們的一些 交通上面一些困難 第三個我想最近的天氣呢 又開始灰蒙蒙的 所以呢中火五美 我想這是一定要顧 我的故鄉的一個健康 顧這邊海線 顧台中人的一個健康 所以呢我提出來的政見就是 2029中火五美 一定要顧大家的健康 這是我想 對這邊選區的選民的一個三大保證 我即刻要做的齁 那其中呢我想要把它拿出來講的就是說 這個藍線的捷運啊 藍線的捷運為什麼被耽擱了十幾年 他都沒有辦法核定 在行政院裡頭他都沒有辦法核定 其實呢在從胡志強的時代呢 他已經化定了而且已經送了 那個全體規劃也已經送好了 那但是到了林佳龍 林佳龍市長的時候呢 不曉得他為什麼 為什麼截止取彎 大家都是因為彎彎彎彎彎 想要把他拉直 結果呢他卻是 直直的通台灣大道 到了沙路 不曉得什麼樣的原因 他必須要彎軍沙路 而且是在沙路火車站的後站 沙路火車站的後站 那因為他這一關啊 都要逗花七八十億齁 七八十億不是一個小錢耶 不是七八十萬的 不是七十萬或是七千萬或是什麼 是七八十億齁 那為什麼呢 大家都會開始覺得這裡是有個貿易 大家記不記得 大概一年半前 在中二選區補選的時候 嚴寬恆對上林靜穎 民進黨請全國的力量 從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 補院的院長 所有的政治人物 全部打一個嚴寬恆 打一個嚴寬恆 然後他打了正英戰 我告訴你 正英戰是一個假議題 正英戰是一個假議題 真正的貓擬就是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大道是直直的 他到了這裡 他需要把它彎進去 為什麼要彎進去 這個彎進去呢 第一個 附近都是空地 他距離沙路火車站 他是在他的後站 而且這個站體很好玩 這個站體設下去 他不是在沙路 他雖然叫捷運沙路站 其實他的地址呢 是在57 已經調到我的群區裡頭來了 那他為什麼沙路站要設到這邊來 其實這邊 所以他的先期規劃裡頭 他從來沒有講說他是共構喔 他是有距離的 再來就是沙路火車站前面的 其實這裡是一個很環濃的一個地方 前面前站的民眾 事實上想要到這個捷運站 他是非常困難的 再來就是 在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站體的旁邊呢 有 發現貓裡 那裡有一個自辦重化區 什麼意思 自辦重化區 就是那裡有個建山 要在這裡建設 我來了之後呢 其實我去看了兩三次 那裡現在這裡有兩三個建案正在蓋 在這個蓋的過程當中 他都說因為捷運在設在這裡 所以呢 整個物價 整個房子的價錢就變高了齁 所以呢 其實最最最有問題的 前一陣子 賴清德護院長 跑來台中的時候說 逼貨戰 正因在是 為了土地某個人 我才正要想 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截止取彎這件事情 其實林佳龍前市長 才應該出來講清楚 才應該出來講清楚 所以呢 我很希望 我大選 台中海縣的區域立委 我們這一條 延宕十幾年的捷運南線 希望我們會到行政院 趕快去爭取 讓他趕快核定 趕快來開工 所以呢 這個是林佳龍截止取彎的五大一定 那我講過了齁 事實上他沒有辦法共共 他是有距離的 再來 因為這一戰 都花了七八十億齁 再來就是 這個戰體設在某一個示範重畫區 大家這樣講 就覺得說 我在影射什麼 我覺得 如果各位到了現場去看 你就會發現 那你真的是有問題 再來就是 殺戮的居民 剛要去乘坐這個捷運站 事實上他是有困難的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會問說 他竟然是 直直的走台灣大道 為什麼不在台灣大道上面 去做這樣的一個共共 共共不是比較方便嗎 你的鐵路跟你的捷運 可以讓你共共 很多的地方上面 都是這樣子做的 會讓交通變得比較方便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捷運的一個五大問題 所以這個 好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覺得 我剛剛講說我要做的三件事 就是那個 2029中火五美這件事情 我想肺癌 肺癌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醫護人員 我是一個專業的護理師 我關心 我關心民眾的健康 我關心老百姓的健康 這個肺癌 這個癌症一直是我們高區 十大死因的第三名 尤其是肺腺癌 就是這個癌症底膚的高區 最可怕的一個線 那我們也期待 如果可以盡快的煤轉氣 燒煤的 趕快把它變成天然氣的話 事實上會讓我們海線的空氣 會變得比較清晰 也可以照顧到民眾的一個健康 我想這是我的證件 然後 那我最後想要講的就是 過去這些十幾年來 我們的護院長 蔡其昌護院長為什麼不做 民主社會就這樣 你不願意做就換人家做 做不好就換人做 我想這個就是民主的一個真理 做不好就換人做 蔡其昌護院長有沒有很大 護院長沒有很大 選民才是最大的 所以呢我期待明年1月13號 7月13號我們就是舊菜換新菜 我們讓新菜上場 我們讓台中的海線有一個新的氣象 這是我想對台中海線的居民呢 我取下了一個承諾 當然我還有很多的一個證件 我是一個專業護理師 我想要照顧的事都是健康 不管是民眾的健康 環境的健康 產業的健康 我想這些都是我想要做的 舉辦有關於健康的事情呢 都是我關心的事情 那當然過去大家會覺得說 你那個環境健康 產業健康啊 那都是環保 環保的 環保是小眾人口 沒有啊 我跟你講我今天參加了三個活動 完全都在講跟環保跟健康有關係的 一大早我到那個工業區裡頭 他們是為了二零五零淨零入境 為了健康而入跑 再來社區裡頭在發展 如何讓民眾養成這個環保的一個 垃圾分類環保舊地球的一個活動 再來就是我們有一個見證 大家為了環保健康而見證 所以呢這個西北朝是每天都在實現 每天都在政府都在宣傳的事情 所以呢為了老百姓為了我選民的健康 我的政見裡頭全部都是跟健康有關係的 不管是醫療不管是長照 這個照顧人民的健康 這是我的專業我一定是秉持我的專業 為了環境的健康 為了這個二零五零淨入境 為了環境的健康 這是我堅持的 還有這裡既然是海線 海洋三法在立法院只通過義法 我們海洋的健康也是我關心的 再來就是產業的健康 產業的健康 探睡的去實施 或者是怎樣去提升我們的產業的升級 我想這個都是我關心的 再來就是地方上面大大小小的建設 我想這個都是我可以去做的 大概最後我要講一個大家都會問我的 你就是空降來 我告訴各位 空降來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空降來最大的好處就是他沒有包袱 該做就做 他沒有包袱 他不會有說我做真的會影響到另外一群人的利益 我做這件事情會擋到另外一群人的利益 空降了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包袱 那大家就覺得說 空降了你對地方不熟 我跟大家講 現在是一日高鐵 我看到那個強哥都來了 台灣呢 是一個一日高鐵的一個生活圈 我們的距離不是一個問題 資訊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資訊也不是一個問題 我今天坐在我面前的 一個來自高雄 一個來自台北 所以呢 這個高鐵一日山坡圈 對這些資訊都不是問題 所以空降它不是 它只有帶來好處 它只有帶來好處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包袱 該做就做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想這個就是我到海線來 進選這一次的區域議委 我最大的優勢 所以呢 在這裡我要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的政見是什麼 我能為這裡的民眾帶來的是什麼 好 因為我看到強哥來了 我們最後我們來介紹 郭志強 謝謝 好 加油 郭志強是我的好朋友 每次到台北上一節目都是 我們就會互相的那個幫忙 因為他這次也要選台北市的大安局 我想說你哭是很穩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既然民選來了 民選應該要羅志強 也要幫忙去高雄浮選 好 我們就把接下來時間交給強哥羅志強 謝謝 好 蔡壁爐 動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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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謝謝我們那個壁爐委員 還有我們清水的好朋友 還有我看到民選 也看到我們的那個謝秘書長 那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來到了我們蔡壁爐委員的選區 雖然在清水 但這邊我有一個很強的一個所謂的熟悉感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的選區在哪裡 大安區 然後我發現秘如你的選區 其中一個也是大安 所以看到這個選區 讓我很有熟悉感 所以大安區要投羅志強 大安區也要投誰 蔡壁爐 我們兩個都是在選大安區 當然秘如委員的選區大得多 我看了一下 有這個大甲大安外埔清水無期 非常的大 那今天來這邊 其實真的要跟大家 來鄭重的來推薦我們的蔡壁爐委員 那我知道事實上 在我們這個壁爐委員的這個選區 我們這個是第一選區 事實上 我覺得是關鍵中的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蔡壁爐委員 對上的 拜託 拜託 就是民進黨的大金牛 大金牛不是抹黑他 他是支援無限的大金牛 對不對 民進黨的立法院副院長 對不對 然後 台灣上官有名聲 下官出名的萊豬立委 對不對 萊豬副院長 當初力挺萊豬的蔡其商 我們秘如委員 來這邊挑戰他 我告訴大家 只要今天蔡壁爐贏下這一區 民進黨保證就崩盤 你相不相信 對不對 所以這一區真是重中之重的關鍵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真的是 一定要給我們蔡壁爐委員 讓他能夠高票當選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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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